当地时间9号 阿联酋卫生与预防部发布公告 正式批准中国国药集团 新冠灭活疫苗投入使用 阿联酋国家通讯社阿通社 在报道中称 该公告是阿联酋卫生当局 对该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 重大信任投票 公告表示 阿联酋卫生与预防部 与阿卜扎比卫生部合作 审查了中国国药三期临床试验的 中期分析 该分析表明 该灭活疫苗对新冠肺炎感染的功效 为86% 具有99%的血清中和抗体转化率 以及100%的预防中度 和重度疾病病例有效性 此外分析也表明 该疫苗没有严重的安全隐患 今年7月份 中国国药集团的新冠灭活疫苗 在阿联酋开始三期临床试验 共有来自125个国家的 3万1千名志愿者参加测试 由于测试结果良好 阿联酋卫生与预防部 自9月起就已经授权 紧急使用此疫苗 目前阿联酋许多一线医疗人员 以及政府官员 都已经接种了疫苗 其中包括阿联酋副总统 迪拜酋长阿勒马克图姆 内阁事务部长和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等